我們看第三條 來 第三條 來 什麼樣的 來 請舉牌 我超愛獨處 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們 我每一天在家裡的行程是什麼 只有我一個人愛獨處 對 他們也愛獨處 我覺得當媽媽的都比較愛獨處 對 真的 需要自己 而且獨處包含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自己獨處 就盡量 讓老公也不要在身邊這樣 對 真的 哪有 威如你為什麼愛獨處 你又不是媽媽 沒有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 就是最近 尤其這一兩年特別明顯 就是開始有什麼局的時候 就會覺得 想到要出去要打扮什麼 就覺得很累 有人訊息或者電話來約的時候 對 會變成一種壓力你知道嗎 就是他問你明天有沒有空 你還要想一下 然後想說 先問他什麼事 沒有 就大家聚餐 那 有誰 有誰 對 以前有誰 有一些那種太嗨咖的 我們就不能去 真的 太累了 然後接著開始找藉口 可是我明天會工作很晚 會開始找藉口 對 我還有聽過一個比較誇張的 可是我明天會生病 哈哈哈哈 這個還可以預期喔 真的 真的 然後像以前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真的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都會想說 一天要去很多個局 然後一天 然後甚至有時候會玩到 就是早上 然後吃那種你知道 小李子啊什麼的 然後就吃得飽飽 然後回到家 你講得出小李子了 對 我們真的是同個年代 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小菜復興南路 哈哈哈哈哈哈 小李子 就是這個年代 就是這個年代 沒錯 對 或者是涼麵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 成家涼麵 你還沒有 對 你還沒有 這樣有共鳴了吧 然後呢 那時候就真的會玩到早上嘛 然後就這樣吃 然後回到家 就覺得很滿足什麼的 但是現在真的一想到要有人約的時候 要出門 我就想到說 天啊 還要打扮要穿什麼 然後如果要去KTV的時候 還想說 比如說我今天工作 本來穿得很漂亮對不對 想說晚上要去唱歌 不行 我要先卸妝 然後要先穿得越樸素越好 然後穿球鞋 穿運動衣服 還有就是像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就是會站起來走動 去別桌 打招呼什麼 現在完全不是 現在就是一到那個場地之後 一開始坐下 坐下之後就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過 黏在座位上 對 就黏住了 然後唯一站起來可能就是上廁所 或者是離開回家 就是這兩種而已 就是真的現在到這個年紀 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夜店妳會嫌吵嗎 會 會開始覺得吵 那表示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吵 Alby妳是不是 我其實小時候就不太去夜店跟Party 因為我小時候可能就是有老靈魂 我那時候在那邊就已經覺得很吵 沒有辦法在那個環境裡 因為妳喜歡研究水晶什麼的 對 或者是我寧願去看電影看展覽 但是我覺得很明顯的是 以前妳可以一天有好幾個約 有沒有說中午跟A吃午餐 下午跟B看電影 然後晚上跟C吃晚餐 吃完妳們可能還可以去唱歌 可是現在我覺得就是一個約就是極限了 我可能跟一個朋友約完之後 然後晚上我就說我要回家 好 我們來看 第四條 第四條 是什麼呢 會開始注意食物的成分有什麼 來 請舉牌 這個超重要的 真的 養生 很需要 薇如妳很愛養生嗎 我這幾年來還滿注重養生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到一個年紀之後 妳真的 就真的會注意到了 因為妳的體力 以前不會來 以前有什麼就吃什麼 對 因為妳像體力 還有妳知道妳的狀態什麼 妳就覺得需要靠這些營養品 然後來補充 那像我覺得最明顯的就是 以前會喝珍珠奶茶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都 太太多了吧 妳那麼養生喔 因為珍珠奶茶會胖啊 對 那妳接著就開始會喝 龜鹿二鮮椒 舌湯之類的 是有的沒有的嗎 然後再來就是像比如說早餐 以前都會喝什麼巧克力 牛奶 奶茶 現在我都改喝滴雞精 對 就是開始會 你知道很養生 然後吃東西也就是吃的 就是會注意 對 不吃冰的那些什麼 但偶爾還是會偷吃 然後還有就是現在流行的一些 什麼生酮 無膚質等等的 我就會開始去買書來研究 就開始會看 就是原來我們不要吃這些東西 吃這些東西會造成 我身體有什麼傷害或什麼的 然後哪些東西會過敏等等的 然後重點是我開始 會把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分享給我的朋友和群組 跟著我爸爸會做 對 我爸爸每天群組都會傳這個 也是另外一通常 對 就是我就會看到 只要有一些就是你知道 你看到一些新的那種養生知識 我就開始會 你知道儲存啊 然後開始發送給朋友 大多數都是謠言喔 真的喔 多吃什麼會得什麼 得了什麼吃什麼 對 那個大部分都是假的 對 我看都是新聞那些啦 對 或是我特地去查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開始 就是對這些東西 就是開始會注意成分那些 還有一些什麼 塑化劑那些什麼都會開始注意到 藝圈有共鳴嗎 對 我們的共鳴就是譬如說跟朋友聚在一起 然後就譬如說有誰就開始想說 我最近胃食到逆流很嚴重 可能就不喝酒 就大家就可能小喝一杯 他說我不喝酒 因為我胃食到逆流 然後或者是說 誰開始有痛風 誰開始有三高 你就會注意說 喔 不行耶 就是飲食就開始不吃加工品 而且你只要去一個餐廳 你看到它有紅梨 你就會說這個我要加 我要加 就是有關於什麼紫米飯 糙米飯 就說我改糙米 對 你就會換這些 五穀 對 然後我連挑選 哈哈哈哈 五穀米 真的啦 以前賣麵包 那個好難吃喔 但是呢 還是會優先要點那個 以前都吃什麼菠蘿油 現在不敢吃啦 現在都不敢 而且我連挑伴手禮 以前可能譬如說 你看它好吃什麼捲心酥啊 然後或者是蜂蜜蛋糕 你就會想要選說 喔 當伴手禮 現在不會 現在就是想要伴手禮 我送一些健康的 低基金啊 或者是那個堅果 就是你自己也會特別注意說 希望你送過去人家會覺得說 喔 也吃得健康 就會開始注意一些這些 我們來看第五題 好 來 第五條 是什麼呢 來 請舉牌 大家都有吧 就是保健品不離身啊 對 好 彥均你什麼不離身 我什麼都不離身 像是以前啊 要什麼我就沒有什麼 可是現在什麼 欸 你要痘痘要嗎 欸 我有那個痘痘藥膏 欸 你被蚊子咬啦 欸 我剛好也有那個蚊子咬的東西 白搗袋 對 或者是我常常出去外面 騎車馬會受傷 我說喔 我跟你講 這個消炎藥我有 然後他整組拿出來都打開 你要什麼 對 就好像 就是什麼東西都很拒全 然後像是 薄荷棒也有 那個開車嘛 很累 你累了嘛 然後就那個薄荷棒就真的拿出來 這要什麼都有什麼 因為你就會覺得 啊 好像這些東西都用得到 那你最近會吃什麼那個保健品嗎 保健品也會啊 我都比較常吃魚油 因為你知道那個 腦子會比較好死 因為像剛剛聽你們講話 我就覺得有點快喊名了 太快了吧 那你這個真的很嚴重耶 覺得還是需要保養一下 對啊 天人你有什麼 我是因為就是生完小孩 然後身體會變比較虛弱一點 所以我的那個保健食品 然後跟 保健食品有一櫃子 就是大概到我的胸口這邊 一個大櫃子 那我再跟妳講一個老花現象 老花現象之一就是 家裡面裝潢的時候 我一定特別記得交代設計師 要做一個櫃子專門放藥 喔對 真的真的 現在需要 防潮這樣子 對 以前喝水就隨便喝 喝常溫的啊 就是冷冷這樣沒關係 然後現在就是永遠就是保溫品 然後裡面還裝中藥包 對 對 就是放一些中藥包 然後補身體 就是怕自己會冷到 比較會照顧自己 對 好累喔 我自己是會隨身帶那個精油噴霧 因為薄荷棒那個味道我比較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很明顯的是 大概從三四年前開始吧 我就已經 每一季會花好多錢在買保健品上面 對 因為 因為那個網站 有的時候國外網站會 它會有折扣 然後我覺得買已經不是重點 我會 囤積 各式各樣的保健食品 比方說你剛剛說 可是有期限 我也會囤積 對 我那天找了一大堆維他命D 我當初也是囤貨 我發現下個月就要過期 對 我都吃不完 可是我還是會硬吃耶 因為我想說那應該過期也還好 可是這不太好 但是因為我就是每個月花在 每一季吧 大概花在保健食品上面有到 三四萬塊 就是會買 然後不管是像譬如說葉黃素 或者是一些 魚油 魚油也會 然後重點是有一些 他推薦我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也會跟著買耶 就覺得這個好像還不錯 什麼綠茶酵素啊 這種東西 有的名字聽都沒聽過 像什麼GABA 喔GABA 就是幫助睡眠 那個我也有買 對 就是各式各樣 但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根本不會想把錢花在保健食品上面 但是年紀大了真的就是沒有辦法耶 有 而且我有發現 像我現在插的一些東西啊 還會跟朋友或是媽媽們 就是去交流一下 就是像以前我們都是會買現成的嘛 但是你知道像厲害都是那種 媽媽們她們自己手工做調出來的 對 天然的 天然的 過年的蘿蔔糕 我都是找那種媽媽做的蘿蔔糕 開始重視天然的時候也是老化 對 然後洗碗液有沒有 我現在洗碗液也是用天然是 抗敏的 對 然後那種天然是那個阿姨做出來的 然後我們就特地跟她拿這樣子 就是肉質做出來 會害怕一些這種色素或是 洗髮精都買那種沒味道的 對 因為會害怕那種 或是太香的東西 或是洗衣粉 當了媽媽以後洗一斤洗一份 我們就喝 當了媽媽之後 身上再也沒有香水味 再也沒有任何香味 再也沒有了 真的 什麼髮膠噴霧你都會害怕 對 而且因為以前我會常噴香水 然後噴到後來脖子這邊會過敏 因為都酒精 因為以前不知道都會噴脖子這邊嘛 結果她就發現這邊好容易過敏喔 所以我現在要頂多要噴的話 就噴衣服上面 但儘量現在也都很少噴 香水是這樣子噴啦 噴在空中 然後這樣倒過去 欸 真的 因為要讓它揮發一點點